牛皮血案例 服了一个疗程后发现是好转 但是很快又复发 复发的更严重 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西医的治疗 到了2011年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跟牛皮血患者的交流 用了利豆水 还有服用五豆粥 通过这个利豆水的泡洗 皮肤病数会减轻一点 但是也根治不了 18年的7月份 经一个朋友介绍中医 进行中医治疗 身体好了八九成 当时以为是说治好了 所以就放纵了自己 喝酒 吃一些比较照热的肉 所以就又爆发起来了 在偶然的机会 一个朋友介绍严实点 通过他的介绍 我看了张汉医师的视频讲解 所以我相信严实点能治好这个病 我10月23号来到严实点 开始来的时候 头是有一两点 这个红点 腰部 还有两肋 皮都是干裂 双臂 双腿 基本上都是干裂 行动非常困难 而且身体体力也很差 人的脸色非常差 我来到这里以后呢 由义工老师帮我按推 按照义工老师的指导 服用姜汤 开始来的时候呢 姜汤是50克 这样我就延续了一周 一周后加一架红生 到了近十天的时候 加到100克的姜 还有红生 继续喝 因为加得太快 我那个接受不太好 但后来义工老师帮我按推 还有叫我加强运动 在第三周就慢慢适应 这三周的时间呢 开始体验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喝这个姜汤 首先是改变自己的这个体质 但是呢 由于增加这个量 所以身体接受不了 开始舌头会红肿 没有食意 姜也喝不下去 饭也吃不下来 晚上睡不着觉 口渴也不敢喝水 所以很难受 经过按推 跟老师指导的运动 以后呢 三五天以后 这种舌头红肿就消失了 结果就好了 好转了 然后我就开始 继续服用姜汤 但是在服用姜汤的过程中呢 我还是坚持 每天赴姜泥 没有赴姜泥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行动的 当父王僵尼以后 开始半个小时 非常热痛 半个小时后 稍微舒服了 我就可以走动 而且走动起来比较正常 这个状况呢 到第四周 第四周以后呢 就开始感觉身体呢 有转折 感觉身体的热能 已经进来了 而且这个抵抗力也强了 原来那个干裂的皮 已经脱没了 但是呢 虽然扩大 但是慢慢地平起来 第四周以后 长皮的位置呢 慢慢地变黑 而变黑旁边的 那个皮又长起来 一直延续到第五周 第五周以后就 感觉变化很明显了 大腿部 还有这个手臂 这个皮慢慢变滑 变淡 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手腕 还有这个手肘 就是脚 膝盖窝 脚踝 以及身体这个关节部位 还会红肿 而且会痒 有皮 我再继续坚持 到第六周以后 就一天一天的 明显的变化 这个红肿的地方呢 慢慢变淡 到了第六周的末期 基本上已经好了七八成 那第七周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剩下了 膝盖窝这里的一点红 手臂基本上没有什么红的 而且皮少了很多 第七周以后呢 感觉身体已经好了九成 在治疗过程中 因为要改变自己的体质 是一定要一定的时间 还有一定的热能的注入过程 特别是服用姜水 还有外服姜泥 以及我们补充热能 这个24小时温肤 这个是很重要 还要坚持运动 我从原来的三十层楼 爬到现在的五十层楼 要坚持运动 坚持热服 坚持服用姜泥 非常感恩张张康医生 三十六天后的前后比对 2019年11月3日 2019年12月8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